朋友们好,我是天心妈 马上就到国庆节和中秋佳节了 有很多跟我减肥的小伙伴现在就开始焦虑了 跟我说心妈,过节我怎么吃才能少早用 我减肥太难了 还有的跟我说,天心妈,节前我什么都不吃了 好好的吃减脂餐 争取多减掉几斤肉,过节好吃好吃的 首先请朋友们放宽心 过节赏上来的那几斤都是虚标 它跟原来十层的脂肪是不一样的 只要是节后好好的吃减脂餐 那几斤肉很快就会减掉的 节后呢,我带大家减肥打卡 你们说几号开工,我听你们的 节假日体重上涨 确实让正在减脂期的小伙伴们焦虑 为了在假期少长肉 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方法吧 第一种方法就是当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 桌子上都是好吃的 我们如果吃了高油脂的食物 你呢,就别吃主食 脂肪碳水,别碰面 如果家里有苹果醋 餐后呢,你再喝上一条苹果醋 就不容易形成脂肪 碳水加脂肪就是热量炸弹 只要是他俩不碰面 就少长肉 第二种方法就是 如果你晚餐吃了美食 第二天早晨起来肯定是不饿的 不饿你就别吃了 到了中午再吃 拉长空窗期 让热量充分的消耗 朋友们可以这么做试一试 肯定是要你满意的 别看着头一天剩的美食 你就馋 那都是吃过的 有什么可吃的呀 给家里的老公吃 谁吃肉汗谁身上 说心里话 男人减肥成功后 眼睛怎么吃 肉吧都不会汗人身上 还有一点就是 没等过节呢 很多朋友就开始吞西梅汁了 西梅汁大家可要谨慎选择 那天大餐后 我就喝了一袋西梅汁 我得舔呢 真的是蹲在马桶边了 一夜我都没睡好 来来回回卧室 卫生间这么折腾 过节本来就是开心放松的时候 你为了把吃的穿出去 来回这么上卫生间 得不偿失 我呢以后是再也不敢吃西梅汁了 国庆中秋是个大节日 也是和家欢乐的时候 朋友们只要是做到吃饱 不吃撑 碳水和脂肪别碰面 再拉长空窗期 这一个节假日呢 你不会长多少秤的 视频的后面呢 就是我们今天三餐的打卡 来吧 上菜 朋友们早餐好 还没有到8月15 我就柴月饼了 一个是酥皮的 一个是硬皮的 两种口味 我一样吃一半吧 黑豆的豆浆呢 也做好了 幸福来的就是这么简单 这一块的热量才200大卡 一碗豆浆也就80大卡 280大卡 热量远远不够 我再加上一块香瓜 幸福的减子早餐 我们午餐见朋友们 今天的午餐好幸福啊 蛋白质呢是猪骨头 心乎的 膳食纤维呢是臭菜 还有黄瓜圣驴果香菜 撒上万能的大蒜粉 最好吃 主食呢我吃半个欧包 这是100克的 半个就够了 中午只要是做到 有主食 有蛋白质 有脆子纤维 就是合格的煎煮午餐 我们晚餐见朋友们 天太热了 晚上呢吃水煮白菜 一袋鹅干 少放一点点的辣椒酱 这么赞的吃是很好吃的 明天见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